好的各位我是小J 又在剛剛我們得到了一大堆關於Battlefield Portal的新消息 包含一個新的預告片 那這個預告片我就留給大家自己去看了 我只會提出其中的幾個比較有意思的細節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這部影片主要的內容是 帶著他們發布了一篇文章 詳細的告訴我們這個Battlefield Portal的自訂伺服器的克制化功能會是什麼樣子的 我們主要的內容是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這個預告片裡面有幾個很有意思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畫面就是在1942的地圖上面 然後你可以看到2042的士兵對上1942的士兵 所以蠻酷的你看到未來武器在這個二戰的環境裡面 然後下一個畫面我們轉換身份到了二戰士兵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可以注意一點就是 這個士兵是1942裡面的反坦克兵種 所以他配備的是一個巴族管還有一把手槍 這個就是當初1942裡面的反坦克兵種的裝備配置 所以帶著他們似乎有還原1942版本裡面的這個兵種配置 當然等一下我跟大家講了你可以克制化內容之後你就會知道 其實你想要怎麼讓他 你想要讓這個兵種拿什麼武器還有配件 都是可以克制化的 然後還有一 比較酷的也是這個 阿拉曼這張地圖上面你可以看到一樣 本來這就是一張載具地圖 這個不用我講了吧 有超級多坦克在上面的 然後我覺得最最最酷的是這個 Developer Rezo這個Bad Company 2的地圖 你會看到 哇哦 呵呵 只能說 真的 真的 非常非常非常酷啊 我只能說 那其他的細節我讓大家去自己發掘了吧 你也看到一些戰地風雲3的載具 然後對上戰地風雲3的載具等等的 我覺得 有太多太多的細節讓大家自己去發掘 所以我們見到這部影片的主要內容就是 Portal 你到底可以如何克制化 那 Daisy他們發布了一個非常長的文章 那在我錄這部影片的時候呢 他還沒有中文 所以 我必須要邊看這個英文邊翻譯給大家聽 所以如果我有點卡卡的 大家不要太介意 所以 首先大家看到第一張這個畫面 這是你的 克制化的主介面 那 克制化的方式呢 是一個網頁 你只要登入這個網頁 你就可以進行遊戲裡面的克制化設計 所以你不需要 呃 用電腦 你可以用你的手機 你的平板 你的電腦 任何可以登網路的地方的東西 你可以在圖書館裡面 用圖書館的電腦做這件事情 你只要登入這個網頁 你就可以開始設計一個 Portal模式的遊戲 然後呢 你不需要擁有BF2042的遊戲 你只需要擁有EA的帳號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網路 所以 你完全可以沒有買遊戲 但是你可以幫 玩 BF2042的人設計遊戲模式 當然 如果你自己想要體驗 你設計出來這些模式的話 那你還是會需要買遊戲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主頁面 這個主頁面呢 首先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排 目前展示出來的這些是 Ripple Effect 他們自己設計出來的模式 那 根據Dance的說法呢 到時候玩家們自己設計出來的模式 如果 很受歡迎之類的話 也會顯示在這上面 那Portal跟過往的BF2042一樣 你會有一個可以選擇的伺服器清單 那這些伺服器清單呢 會幫你做一些簡單的分類 去區分一下這些玩家們設計出來不同的模式 所以 可能會根據遊戲的這個模式 比方說它是征服還是Rush 還是什麼FFA之類的模式 這只是其中一種分類的標準 所以 你不只可以在這裡設計 到時候在Portal裡面也會有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伺服器清單 然後呢 你可以直接就去修改 你畫面上看到的這些模式 比方說第一個Boris vs Boris 就是 它是一個EV1模式 就是那個Boris專家對上另外一個Boris專家 那你可以就就這個模式去修改 你會看到在這個模式的底下 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左邊是Modify也就是修改 右邊是修扣也就是展示它的編碼 所以如果你想要設計一個不一樣的EV1模式 或者說你玩了這個EV1的模式 你覺得很好玩 但是你想要看看 那我讓那個醫療大媽對上醫療大媽可不可以 那你就可以點修改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進去對這個模式進行修改 那如果呢 你是想要自己創造一個全新的模式的話 大家看到畫面右邊有一個加號 Create New 你只要點了這個 你就可以自己創造一個屬於你的Portal模式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來說了 到底怎麼創造一個Portal模式呢 首先第一個介面 你會需要選擇你的遊戲模式 那就目前在上市的時候呢 總共有五種模式 就是Conquest Large 大型征服 征服 突襲 Free for all 還有團隊死鬥 這五種模式 那你選擇了這個模式之後呢 接下來就要選擇地圖了 大家可以看到 這包含了所有的Battlefield 2042的地圖 然後還有Portal裡面的地圖 也就是戰力凤雲3、戰力凤雲1942 還有Bag Company 2的地圖 那你一樣都可以選擇128人的這些2042的地圖 那當然你要配合模式啦 當然到後面大家會發現 你在這個團隊死鬥或是FFA 你也可以玩128人的模式 但總而言之到這邊你就是選擇地圖 那隨著未來地圖增加 當然這個可以使用的地圖數量就會增加 但是還是要遵守一個規則就是 在舊世代主機 也就是PS4、Xbox One上面的話 你一樣只能玩64人的模式 所以如果你創造出了一個128人的Portal模式 那在這個PS4上面的玩家 他們就只能遊玩64人的模式 或他們可能就不能遊玩這個模式 如果你強制限制說這個模式只能有128人的話 那新世代主機跟PC就沒有這個問題 然後你一樣可以就是自己選地圖 自己選大小 那接下來下一張圖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非常有意思就是 但是他們已經有分好幾個不同的地圖大小的區塊 所以比方說 比方說 這個第一格我們看到的是7張大的地圖 就是Battlefield 2042裡面的這幾張地圖 它的最大的模式 那到了第二格的時候呢 它是一個中Size的模式 就包含了這個1942 Battlefield 3 Battlefield Company 2的這些地圖 就包含進去了 這些就屬於中Size的模式 然後再來呢 你有沒有看到有小Size的模式 這些就是 在原本的這些地圖上面 他們只圈出一塊區域 來讓你玩 或是讓你來設計一個小範圍的遊戲模式 所以我相信這個應該很好理解 就像過去我們在戰定風雲5 好了 你玩同一張地圖 增幅的時候是整張大地圖 但是如果你在上面玩 可能會死鬥的時候 它就只會框出其中的一小個部分 那他們這邊有提到的一點就是 你完全可以 選擇第三格的這些小的區域範圍 比方說你可以選No Shot Canal上面的這個 貨櫃區 然後呢 你直接把它設計成128個玩家 所以你完全可以就是 小範圍128個玩家 你也可以是大地圖 然後只有7個玩家 這個完全是玩家們自己可以設計的 OK 那接下來你選好了地圖 還有地圖的大小之後 接下來就是進到遊戲模式的細節 那這邊開始就有非常非常多可以設定的東西 而且我要提醒大家 這個還只是基礎版的 到後面我們會提到它的這個邏輯面板 那個真的就已經是你想要幹嘛就可以幹嘛了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給初學者使用的一個簡易版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個簡易版的方式 所以在這個遊戲模式的設定界面裡面呢 首先你第一格可以調的是最多有多少個玩家 你可以拉 拉到中間就是64拉到滿就是128 但你想要設計一個人兩個人 或是77個人這種奇怪的數字 也都可以的 然後你會看到在下面你也可以選擇設計這兩邊的人數 可以有一邊有40個人一邊只有兩個人 完全是看你自己打算怎麼設定的 然後第二格你可以看到你可以設定遊戲的時間 那我估計這邊應該是用分鐘來計算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這邊展示的是45分鐘 大概拉到3分之2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你可以選擇小隊重生機制 這個就可以類似過去Battlefield 3裡面 你可以只讓玩家重生在隊長身上 而不是所有的小隊隊員身上之類的 這些你可以這部分你也可以做設定 然後呢 你還可以設定每一個小隊的人數 那這邊看到最多是4個人 所以你可能可以設定一個小隊只有3個人 一個小隊只有2個人之類的 然後你也可以設定每殺掉一個玩家 他會消耗掉多少的點數 這部分也是可以設定的 然後還有就是 重生的這個加成比你也可以設定 所以基本上很多東西可以設定 然後接下來再下來的話 我們就進到修改器的部分 這邊就更多了 首先第一個你可以設定 Friendly Fire 友軍火力要不要打開 然後你可以設定下面一個極端天氣 就是龍捲風 還有沙塵暴這些要不要啟動 你甚至可以設定你的子彈出速 你可以設定 比方說這個伺服器的子彈飛得特別快 或這個伺服器的子彈飛得特別慢 然後呢你還可以設定 打中頭的加成 打中胸口的加成 這些都可以設定 然後還有整體的傷害加成 你也可以做設定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 叫做Classic Soldier Weapon Tuning 這個就是 我如果要直接翻的話 就 版 經典版 士兵武器 修改 我覺得這個根據我理解就是 因為在這些模式裡面你會有來自於 戰力風雲3的武器 戰力風雲2042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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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有根據每一款遊戲去設計出 或是說還原出那款遊戲原本的武器的感覺 那你可以把它設定成是說 全部統一是戰力風雲3的感覺 或者說全部統一是2042的感覺 或者是說什麼武器就保持什麼遊戲的感覺 比方說1942的武器 那它用起來就是1942的感覺 然後戰力風雲3就是用起來 戰力風雲3的感覺 所以這部分你可以自己也去做設定 然後再來你可以選擇要不要 允許定點武器 然後你甚至還可以把 這個輔助瞄準打開或關掉 或是你可以把輔助瞄準的 這個Aim Assist Zoom Snap 因為我不怎麼用 家機玩遊戲 所以我不太確定這是什麼東西 但這個你也可以改 還有呢就是 在死掉的時候會掉武器 甚至說還可以考慮就是 你會不會掉什麼其他東西 你會不會掉彈藥 或是你會不會掉血包之類的 這個部分你也可以做設定 直接看到光是這部分 你就已經有很多可以改的地方了 然後再來 接下來你還可以改 關於士兵的部分 那士兵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你可以改士兵的悶趴下 然後摔落傷害有多少的加成 然後可不可以 在跑步的時候可不可以 左右的這個橫移 這個也可以設定 然後跑步可不可以跑 甚至是你移動的速度有多少 你的加成有多少你也可以改 然後你可不可以開鏡 你會不會自動回血 然後你的最高血量的加成也可以修改 然後你的這個回血的速率也可以修改 你的重生速率也可以修改 還有就是這個 Traversal Sprint 這個應該就是2042裡面的 如果你按兩下 Shift 你的人物會進入一個快跑模式 你也可以決定說你不喜歡這個你就不要開 然後可不可以滑行 這個也是可以選的 然後可不可以小隊救援 可不可以小隊員之間互相救 這個也是可以選擇設定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已經很多了 還有 接下來你可以修改關於載具的部分 載具的重生率 你也可以設定有多少 然後載具的這個 重生的方式 這個也會修改 這個要根據遊戲的模式去設定 然後載具會不會回血 載具最大血量的修改率 然後載具的這個回血速率 然後有沒有離開載具的動畫 這個也是你可以去設定的 然後再來 接下來就到了一些UI部分的設定了 所以首先你可以設定有沒有羅盤 有沒有小地圖 然後有沒有HUD 有沒有HUD 然後士兵的這個武器有沒有PLUS系統 所以你可以設定有沒有PLUS系統 如果你不喜歡PLUS系統 比方說你想要還原一個戰力風雲3 戰力風1942 在那個還沒有PLUS系統的時代的遊戲體驗的話 你可以把PLUS系統給關掉 然後有沒有有軍標示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有沒有標記 你的標記是怎麼樣的標記 3D標還是標一個方向標一個點出來 這些都可以去做設定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要說到AI了 因為2042裡面是有AI的 甚至1942也是有AI的 所以有AI呢 首先你可以選擇直接把AI的行為 跟你剛剛為了玩家所設定的行為 直接統一 你希望AI就跟玩家的受到的限制是一樣的 那就直接有一個勾 AI Sync Modifier 你只要把這個打勾 AI的設定就跟剛剛你調出來的玩家的設定 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你也可以把AI的設定 單獨做調整 所以你可能想要設計一些比較強的AI 或是你要設計一些比較弱的AI 這邊都是可以設定的 比方說 AI也可以被設定 你可能可以設定 AI不能趴下 然後AI的移動速度一樣 AI的重生時間 AI能不能跑步 AI有沒有下車動畫 等等等等 剛剛士兵可以調的東西 AI這邊很多你也可以調 好 所以你調完了這些之後 我們就開始建立這個模式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畫面 首先你可以選擇 你兩邊的這個時代是怎麼樣的 你可以讓2042對上2042 你可以讓2042對上1942 你剛剛佔領朋友3對上1942 基本上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自己去選 然後呢 根據你剛剛所選的時代 你也可以選擇 在這個模式裡面 你要讓什麼樣的玩家模組 進到這個模式裡面 所以你甚至這邊是可以用勾選的 所以即便是2042對上1942 你也可以不要讓2042 全部的這個太原都可以加進去 你可能可以設定 這個2042的模式 就只有大媽 其他人都沒有 或是說只有Boris 其他人都沒有 然後右邊你可以看到 這邊舉例的是一些 1942的這個 士兵模組可以進去 然後接下來我覺得就是 真的真的很有意思的了 武器的部分 所以呢 在上市的時候 總共會有75把的武器 可以在Portal裡面用 包含了2042 然後還有那三款 舊遊戲裡面的模式 然後呢 你可以單獨的去勾選 你要允許哪些武器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不喜歡 有勁的卡98 把它勾掉 就這個模式裡面就沒有 這個有勁的卡98了 你不喜歡 2042裡面的衝鋒槍 你把它勾掉 就沒有衝鋒槍 你也可以完全勾掉一個大分類 比方說 我不希望 有手槍 你就把手槍勾掉 或者說我不希望有 輕踢槍 你就把輕踢槍給勾掉 所以呢 這個是很酷 你每一把槍都可以做這樣子的設計 再來 你還可以去每一把槍裡面 去勾選 他的配件 比方說 過去 在戰力風雨3 戰力風雨4裡面 散彈槍 有一個彈藥 叫做Frag Round 這個會爆炸的彈藥 破片彈應該叫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東西 因為有很多玩家 不喜歡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把它勾掉 你不喜歡消音器 把消音器勾掉 你不喜歡某個鏡 把某個鏡勾掉 所以有75把武器 每一把武器的配件 都還可以去做修改 我想這個 不用我多說了吧 光這個部分 的客製化已經 非常非常多 然後呢 剛剛武器 你可以做的事情 移到載具身上 你一樣可以做 你可以選擇 不要允許哪些載具 然後呢 你一樣可以進去 不要允許哪些載具的 某些東西 你不喜歡 攻擊直升機 就不要讓攻擊直升機 出現在你的遊戲裡面 你不喜歡 這個裝甲車 就不要讓裝甲車 出現在你的遊戲裡面 所以看完了載具 接下來呢 就是你的配件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就不用再重複太多了 基本上就是你一樣 可以自己去勾選 你要不要允許什麼配件 所以你可能可以不允許醫療包 你可能可以不允許 維修工具 或者說你可能可以不允許 呃 那個地雷 之類的 所以一樣你有太多 太多可以去 修改的東西 那這邊 我要說的是 這個還只是簡易版的 OK 這些是算是給我們這些 普羅大眾 比方說像我 這種 只是一個玩家的人 我們就是 我們需要做盡就是 欸 開或關 勾起來或不勾起來 拉一下人數 調一下這個 加乘比 就好了 很簡單 接下來要說的 邏輯版 這個就是要留給大神們去設計的 那這邊我個人也不太懂 所以呢 我就不在這部影片裡面 就講太多了 我相信看到這個邏輯版 懂的人就懂 不懂的人我怎麼講 你應該還是不懂 因為畢竟我也不懂 但是呢 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呢 你利用這個邏輯版 去設計出來一個東西之後 你可以 甚至沒有設計完 你可能設計到一半 然後你突然發現說 哎呀糟糕 就像 就像編程一樣 你邊一邊突然發現說 哎呀我好像 不知道該接下來該怎麼辦了 可是呢 你有一個很聰明的朋友 你就可以 直接 輸出一個 叫做 分享碼 就是一個分享的 代碼 你把這個代碼呢 發給他 他在這個邏輯 他的邏輯版 打開呢 他就會直接看到 你剛剛設計的這一些部分 他就可以直接接下去 繼續設計 然後他甚至可以去修改 你過去所設計的部分 所以呢到時候 玩家社群是完全可以 合起來去完成一個模式的 可能有一個人提出了一個想法 我要設計一個 吉普車飛天模式好了 你要去調重力啊 調各種東西 但是你可以透過這個 去創造出一個 吉普車會天上飛的模式 有人提出了這個概念 所有下面的大神就開始了 大神1 寫寫寫 他發現說 那個關於重力這個部分 我知道那個誰 大神2比較厲害 所以呢 我就把這個 分享碼發出來 讓大神2接下去 開始寫重力的部分 當你完全設計好了之後 你可以輸出另外一個代碼 這種代碼呢 就是體驗碼 那它會是一個URL 剛剛的這個 分享碼也是一個URL 所以呢 你設計出這個 輸出這個體驗碼之後 這個體驗碼 你就可以把它發布出來 給所有的玩家 然後呢 這些玩家只要輸入他的 在他的Portal裡面輸入你的這個 體驗碼的URL呢 他就可以體驗 你的這個遊戲模式 那大家不用擔心 這個體驗碼呢 他們有特別強調 拿到體驗碼的人 是沒有辦法 對你的這個設定做修改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你的設定被人家亂改 只有分享碼 是可以做修改的 所以呢 你只要設定好了之後 把它發布出來 你可能就會出現在 剛剛我們前面提到的 這個 這個 網頁的主畫面 別人看到你的這個模式 他可能就可以進去玩 然後如果你有提供這個 分享碼的話 他可能可以進去做一些修改 之類的 所以 我只能說這個部分 我知道的沒有太多 我只是把它使用的方式 簡單的告訴各位 因為這個這個真的是 交給大神們去處理的 我不是一個理科生 我不懂這些東西 但是根據我的理解 根據我所收集到的消息 你基本上透過這個邏輯板 你要做什麼 幾乎都可以 可能沒有辦法做一些 地圖上面修改 你不能去動 這個地圖上面的一顆石頭 要擺在什麼地方 但是呢 就其他部分來說 你可以修改的東西 非常非常多 OK 那終於到了最後了 大家還是會想要問 那你這個伺服器開起來了之後 然後我們身為管理員 我們有什麼樣的功能呢 首先我要先說的一點 就是有一點可惜 這些伺服器 目前是跟戰力風雲5裡面一樣的 就是這些伺服器 只要裡面有一個人 你的伺服器就會保持開著 但是只要裡面沒有玩家了 這些伺服器就會自動關閉 那 我覺得很可惜啊 因為固定伺服器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 我也理解為什麼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在一開始 對不對 遊戲以上是幾百萬個玩家 每個人開一個伺服器 還是免費的喔 然後那些伺服器永遠不會關掉 這個已經不是錢的問題了 就現在根本就沒有那個科技 那個容量 那個伺服器容量 可以去允許這麼這麼多的伺服器 同時開著 所以呢 我是覺得希望未來啦 帶著會能夠開放玩家們付費 不管是多少 但是玩家們可以付費租伺服器 然後讓這些伺服器保持 是持續開著的 我希望未來我們會能夠做到這些 但就目前來說 上市的時候 這些伺服器是 只要沒有玩家就會自動關起來的 OK 所以身為觀點你可以做什麼呢 首先你可以公佈消息 就是你可以 基本上用大喇叭公告 應該我不確定它是出現在聊天框呢 還是像過去戰力風雲4裡面伺服器 那些字會直接出現在你的畫面上 但是你是可以做公告信息的 然後呢你可以踢玩家 你可以禁玩家 你當然也可以解禁玩家 你可以重新開始一張地圖 你可以選下一張地圖 或是你可以關閉伺服器 所以這些是有的 然後一樣會有黑名單等等的 那還有一點就是這些伺服器關掉的時候 這些你曾經經過的玩家 並不會刷新 因為戰力風雲5 過去有這個問題 但是戰力風雲4裡面 這個Portal的伺服器 是不會有這個問題的 伺服器關掉了 再開起來 你曾經經BAN過的玩家 黑名單是會保存的 OK所以這 基本上就是關於 Battlefield Portal 我個人 從這篇非常長的文章裡面 抓出來我覺得比較重要的部分 跟大家分享 可能等到明天這篇文會有 中文版出來之後 大家可以去 Battlefield2042的官網上面自己去看 有非常非常多的細節在裡面 我相信 已經有很多人躍躍欲視了 我相信有很多的大神 會利用那個邏輯版 所以出非常非常厲害的模式 給我們大家去體驗 所以 影片已經很長了 我就不再給大家我個人的想法了 我覺得消息 給出去 大家自己做出自己的判斷 我的判斷 我的想法真的也不代表什麼 所以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這部影片 記得在底下留言告訴我你們的想法 我是小J 我們 下次再見囉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